阿聯 阿聯 嗨 歡迎收看阿聯的八人世界 我是阿聯 大家好 那呢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觀眾介紹的是 零路八小時那一賽 什麼是零路八小時那一賽 零路八小時那一賽 零路八小時那一賽就是 在零路賽車場 騎八小時的過程 沒有 不是 就是說呢 這個比賽是騎人在1978年 在日本 日本是1978年 那有鑑於 這個歐洲呢賽車文化 相當在世界非常 特別所以說 這個日本在1978年的時候 剛好是摩托車最風景的一個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呢 日本就在零路賽車場 開始舉辦的人 都八小時那一賽也就是呢 以世臭車為基礎 的摩托車呢 經過稍微改裝之後呢 然後下場去比賽 這樣子 那在八個小時時間中 大約有兩到三位的騎士頓 就替換 然後來完成這個比賽 那 在過去的 歲月當中呢 其實 林木跟本田都是 常勝冠軍 不過呢最近 從2015年開始 幾乎都是由 三頁來獲得這個 冠軍 那麼 大家一定很好奇為什麼 其實你的歷史當中 大部分都是本田或是林木 獲得的八奈冠軍 那為什麼 三頁最近能夠拿的冠軍 其實 怎麼說呢 比賽這種東西 七分靠努力 三分靠運氣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說最近 本田跟林木運氣 就是稍微差了 那 以比賽來說 大家 每年呢 其實都是很認真的 去做準備的 每家常常運氣 都是全力的 那 有時候 天后呢 還有戰略 以及一點點運氣 都會影響到 賽車的結果 那 今年呢 其實 我有到這個 林路 賽車場 在 日本的三重線 去 關上這個 林路八九三 從一開始 到最後 那麼 最近的林路八九三 其實 不單純 只是有這個 比賽的內容 那 他周邊有很多的 跨續活動 你可以參加 比如說 像是周邊的一些專業商店 或者是說 你可以 去 車商 他們的 一個站台 一個站台活動 那你可以去參加抽獎 或是 什麼的 那當然 在 比賽當天 這個 賽車場 裡面的攤位 都有販賣許多 如果 平常 你可能在 一般的摩托店裡 看不到的東西 他那 有很多 巴奈限定的商品 都會在 這個 巴奈當天 或是 前一天 在這個 賽車場裡面的 攤位做 換手的動作 那其實 如果說你真的 對 以前都從來沒有去看過 巴奈的話 那是蠻推薦 你可以去看的 那 像歐洲的話 法國 它這邊有的很有名 就是 立曼二十個小時 摩托車也有 二十個小時的比賽 不是只有騎車 然後 摩托車的話 就 比二十個小時 我本身自己沒有去過 法國的立曼 那因為 日本這邊 民路 是比較近 所以說 各位台灣觀眾 甚至 中國的朋友們 想要 體驗一下 這個 世界的幾大賽事 我是建議 八小時的立曼 蠻有趣的 不是只有傳統比賽而已 周邊一些滑雪 都會挺有趣 那像阿聯我本身 最喜歡的摩托車比賽 除了這個巴奈之外 還有 像是 曼道TT 還有 澳門 格蘭P之大賽車 巴奈奧 曼道TT 跟 三個比賽都是我最喜歡的 當然 莫托機器跟 Superbike 可能也是 我喜歡的 之一 那 日本 近又方便 然後 你可以順便享受一下美食 我是推薦各位 走大圈的朋友 喜歡賽車 尤其喜歡摩托車賽事 你可以過來看 這八小時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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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 好 好 可以 這 不是 可以